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些生意模式 內地有一個收腳集團 做腳步的護理 不是按摩、不是觸慾 就是幫你批腳皮、弄雞眼 把腳收你好一點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老了一定是這麼多腳皮 以前不知道會是有的 年輕的時候,媽媽的硬到好像坐頭一樣硬 但後來發現自己老了才會慢慢感受到 因為角質是老化了的時候 就會形成一些硬塊 其實很多人需要這些服務 這些服務是很不顯眼的 但是原來加加賣賣 是可以做到一個上億的收入 它是最初就在西安那邊起家 在陝西那邊起家 這個就是叫做鄭遠縣 然後後來做一些連鎖 現在它鋪到有六千間分店 變了很多人都不知道 它就變了一個富豪 因為它收一隻腳是說幾十元 三、四十元在內地來說 那大部分的目標客戶 它定得很精準 就是那些中老年人家 跟著開的店 就是在小區裡面 在那些老人家闊動範圍之內 然後又適用這個線上線下 跟著最厲害就是可以解決到一些政府的問題 因為有很多人沒有它的技能 即是沒有自己的技能 唯有做一些比較 好像靠一些貼身的服務 去解決它那個就業的問題 那麼它就可以找到政府 就是去補貼 幫它們培訓 有一些下了缸的人 令到它去做工作轉型 那這個呢 在內地就很對 就是解決了部分政府的問題 跟著呢 又可以創造了就業 又可以創造了GDP 那時候呢 它是整個 整個生意模式 那時候呢 又受到國家的政策的扶持 跟著呢 它又懂得去玩那個加盟的方法 又在那個培訓裡面 就是那個監控裡面 神秘顧客 看那個服務質素 讓它做得好的時候 夾夾起來 就是在三爬兩撥呢 就是可以做到 說的是76億的營業額 那是一個 猜不到的數字 那在內地就很有趣 就是 很多東西 你 去不去發掘得到 那這些 那麼 大家看不上眼的 幫人批腳皮 竟然可以批到七十幾億 說都沒有人相信 但是 在內地真真正正是可以做出來 那 所以 那個 之前我經常都說 就是說創業也好 什麼都好 一定要看到那個問題的痛點 那鄭遠遠就看得到 原來中老年人在腳那裡 那個腳皮是他們的痛點來的 怎樣去解決它 怎樣去做一些最好的服務 怎樣去做到整個生產流程 整個鋪點 整個戰略 那 用了十幾年的時間 就做了七十幾億的生意額的企業 那我覺得是 我都寫個伏字給他 今天想說的鄭遠遠的收腳店 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